美方暗示俄罗斯有中国背后支持才行动 相信俄方听了会很不高兴听到这种说法 俄罗斯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是独立自主的大国 俄方完全基于自身的判断和他们国家的利益 独立自主的自定并且实施自己的外交和战略 我还必须要强调指出 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 同美方以意识形态划线 拉帮接火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 制造对抗和分裂有着根本和质的不同 对于那种非有寄敌的冷战思维 和拼凑所谓的同盟和小圈子的做法 中方不感兴趣也无意效仿 至于中俄联合声明 我们想建议美方再仔细地认真的阅读一下 中俄加强战略沟通协调 坚定地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核心协调作用的国际体系 坚定维护包括联合国宪章终止和原则 在内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恰恰是负责任的表现 是维护国际战略安全与稳定的积极的因素 中俄加强战略 中俄加强战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